大家好,我是豆妈 现在吃野菜正当时各种野菜齐暴春 明年有句愿意叫3月3季菜赛灵丹 今天解锁季菜新吃法 200克玉米面倒入盆中 倒入开水搅拌成割辣状 用开水烫玉米面口感更加的细腻 玉米面冷却后倒入200克普通面粉 4克酵母粉,1克泡打粉 多至少量倒入温水 下手揉成软一点的面团 盖上饧面20分钟 饧面时间咱们来做馅料 把清洗干净的季菜焯水 去除色味和炒酸 水中放油和盐保持季菜翠绿颜色 捞出过凉水攥干水 切碎放入盆中 我还放了鸡蛋碎和胡萝卜丁 放盐、鸡精、食用油拌匀 加入适量玉米面粉增加粘性 把馅料攥成团子分好剂子 面团醒好取出 揉面排气分成小剂子 取面剂捏个窝窝 放入季菜线 收口包盐式 一个菜团子就做好了 所有菜团子做好盖上饧面10分钟 水开上锅蒸15分钟 关火焖3分钟 咱们菜团子就做好了 掰开就能闻到季菜特有的清香 季菜搭配玉米面 粗粮细做 好吃又营养 C个人好像其他有和抹 纷菇 2 2 2 5